我们可以在上面查询编号,实际上就可以做查询,其实我前面讲过的就是查询,那你比如说针对001Enter的话,它会自动帮你把001的资料带过来 所以其实同学常问到,比如说你要把资料从另外的地方自动带过来的话,最好是一个下拉清单,当那个下拉清单选取之后,自动帮你把其他的资料全部带过来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现在讲的,那我前面特别强调,将来当然你可以把左边跟右边的资料可以把它分开,左边放一个地方,右边放一个地方,那你可以怎么样,当你输入什么,自动帮你把左边的东西带到右边来,本来是横的吧,横向的一列,变成纵向的一栏,有没有 那以后的话当然不一定,你资料横向你也可以再放横向,你也可以放纵向,反正呢,主要是帮你查到某个资料之后,再带到你指定要放的位置,其实很多工作上应用就是这样子 那这个地方的话当然最好是说,因为现在如果说你不知道有多少编号,你可能会乱key,key个009,enter,找不到 主要原因是因为你不知道有多少个编号,那最简单的方法怎么样,干脆给他一个下拉清单,这个下拉清单呢,旁边会有个箭头,按下去自动帮你把多少个编号带过来就好了 那要怎么样做个下拉清单,我想各位应该都有用过啦,而且下拉清单还可以做两重的,比如说你选了第一个,他会自动跳第二个,自动跳第三个,还可以做多重的喔 有没有,应该有看过类似像这样的应用吧,之前也蛮多同学问到,如果要做两重的清单该怎么做 不过这个等一下我们看,可以补充一下,如果你要做两重的清单喔,可能要学会一个函数叫indirect 如果你不会indirect的话,你是做不出两重的清单,所以其实很多东西就是环环相扣啦,如果你会那些函数的话 那你会很快可以把你要的结果做出来,都不需要十倍,尽量用理解的喔 那如何做个下拉清单呢,一,请各位先做一个资料来源,跟他讲说,我的资料来源就是编号 那我前面讲过,当然你用选的啦,不过我不建议你用选的,我建议你用名称去定义 比如说以后编号就指的是他下面这个范围,那我们讲过有没有,你只要选编号到他下面这个范围 第一,再到公式里面的,从选取范围建立,他的名称刚好在我选取范围的顶端列 有没有,你按个确定之后的话呢,他会自动产生一个名称叫做编号 这个编号的范围呢,指的就是下面这个名称 这个好像前面有做过类似的应用嘛,顶端列哦,你就用顶端列,指的就是他的顶端列就是他的名称 当然你不只可以选单一栏,你可以选很多栏,他可以同时帮你建很多栏的名称 那我们目前呢,先建一个编号的范围 或者你也可以用选下面,上面打名称也可以,方法很多种 好,那我们做完之后的话呢,接下来做什么 接下来做的就是说,我游标放在查询编号的这个地方 我希望能够变成一个下拉清单,而不是说让使用者任意去输入 那我该怎么做,一,游标放在H3的储存格 二,到资料里面有一个叫资料验证 资料验证这边,关键就在这里 下拉清单,先给一个来源,我习惯用名称 第二个呢,资料验证里面呢,把什么呢 把你原来的那个储存格,内容允许,本来是任意词 请记得,关键地方就是在这边,把它改成什么呢 改成清单,OK 意思就是这个储存格以后呢,它即将显示的时候是一个清单 而不是像刚刚是任意词,那你的来源呢,因为清单需要有一个资料来源 你按下去,它会自动帮你把刚刚那个来源带过来 那我希望呢,它里面就放编号 所以我按F5,记得哦,名称就是配个F3 F3的话呢,这很重要啊,因为用到的机率还蛮高的 把编号的部分呢,按个确定等于编号,意思就是说 我这个清单,当我点它的时候 自动帮我把我刚刚那个定义的那个范围的资料哦 帮我直接就倒到那个清单的,哎,下拉清单里面 那我按个确定之后的话 这地方你会发现,它就会自动出现类似像这样的一个清单 有没有,哎,你就可以从哪个地方呢 它实际上就是,把刚刚的编号自动帮你放到这个清单里面 那这样的话,好处就是说,你以后怎么样 以后就是直接用选的,而且也可以避免掉错误啦 避免掉错误,那这样的方法的话,其实还蛮常用到的 甚至后来好像有同学说,那如果说那个编号会增加怎么办 那其实你将来,定义的时候就选整栏 把整栏选,它就会自动会帮你增加进去了,OK 不过记得啦,因为如果你现在选啦 因为这下面我们有什么问题说明这个,会干扰到啦 所以可能要,这个下面的东西要把它删掉 如果你有新增,它也会自动帮你新增进来 所以这边的话呢,哎,就可以建一个类似像这样的清单出来 那当我怎么样,选002,他把张博雅带过来 刚刚讲,张贤雅,OK 这个,然后003,自动把吴丹雅这个,自动带过来 那这样的好处是什么,可以避免错误啦 不然的话,使用者Key一个009,没有,那当然一定会产生错误 所以这边的话呢,顺便讲一下有关那个,如何建立一个下拉清单这个效果 那里面关键的地方,一,先到公式里面 里面呢,先选取编号到它下面的范围 从选取范围建立,顶端列 你可以再确认你的名称是不是已经进来 你可以从名称管理员里面看一下有没有编号 编号下方会有一个你的范围,它会指向这个范围 那第二个呢,再到那个我们的资料里面的资料验证 找到那个清单里面的编号 那这个编号,记得按F3,来源的话呢,就给一个编号 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产生一个下拉清单 所以这边下拉清单就产生了 不过,就有同学大概比较常问的问题就是说 那个下拉清单如果有增加,怎么样 我刚刚讲了,其实你选整栏 它会自动会帮你新增进去 另外的话还有就是多重下拉清单怎么做 比如说我选了第一个,再选第二个 它会自动根据前面改变后面的下拉清单选项 那这个也许待会我们再,如果讲完那个Indirect函数之后 我们再来看,因为如果你要做两重的下拉清单的话 你会需要学会一个叫Indirect函数 如果你不会Indirect函数,你可能那个效果就做不出来了 OK,所以一,请各位先把那个下拉清单的部分 先试着做出来 那待会的话呢,也许二的话呢 把那个Index这个工作表再拖拉 把这个改一下,也许改成这样 Indirect R E C T I N D I R E C T Indirect 然后呢,请各位一样把刚刚的东西删掉 换一下,换什么呢 换成如果我今天不要用Index 我希望换一个函数,叫做Indirect这个函数的话 那要怎么把结果给带过来 所以这个Indirect一样可以查资料 可是它的查的方式不太一样哦 你要按确定之后,你会发现哦 它里面会给两个因素 两个因素里面的话,第一个是什么 R E F 其实通常啦,R E F 在Excel里面的意思就是Reference Reference就是参考 在中文应该叫参照也可以啦 参考或参照 在这里应该叫参照 参照底线 后面一个Texcel 所以如果你看到那个关键字有个Texcel的话 那你一定要给它一个是字串 或者叫文字哦 文字的话呢 意思就是前后一定要有双以后才叫文字哦 所以呢,这是什么叫参照到的那个什么呢 文字 其实我讲的参照到的字串 那其实意思很简单 指的就是说什么 我只要给它一个什么 比如说我今天要把什么抓过来呢 003嘛 那我其实要把B5 有没有 B栏的B5 所以其实它需要的是一个什么 B5的这个文字 给它就可以了 那B5的话呢 不过你会发现我点选它的时候 它带过来的话 会是一个储存格的位置 而不是一个储存格的文字 所以好,你需要怎么样 如果你直接按确定 它会不会OK呢 你会发现它这边好像OK 可是你按确定的话 它会出现哦 诶 警 REF 警的话是错误啦 L REF是错误的说明 意思说参照不到啦 意思说我找不到 为什么找不到 其实关键的地方就在哪里了 诶 你这边不是文字啊 你是一个储存格 所以怎么办 前后 记得哦 加上什么 双引号就好了 就是B5前后 再补一个什么呢 双引号给它 我们按个确定看看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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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思啦 其实这边index的函数 理论上应该如果你是test 你为什么不能像那个if函数 你打打一个什么字 它自动前后帮你加双引号 有没有 可是你会发现哦 因此为止这个函数啊 其实最容易发生错误是 你给它的是一个需要的 坐标 但是问题你忘了加双引号 那就会产生错误 所以这一点可能要特别注意一下 但是问题来了 这个是我们自己用眼睛看的 然后呢去告诉它说在哪一个 可是如果今天希望怎么样 嗯 诶 自动 根据什么 它在哪一个编号 那我就自动去帮它抓到的话 这边可能会需要什么 这个5 诶 那我们可以用什么 用串的嘛 串什么呢 把这个5delete掉 后面呢 end什么呢 end 串接 如果的话 产生5这个 然后呢 是会根据什么 它的上面 其实 关键还是在什么 查询编号上面 如果我今天是1 001的话 那我就是B什么 B3嘛 如果2的话 那就B4 诶 你会发现哦 这之间好像相差多少 相差2嘛 所以很简单嘛 你又干脆啊 把这个东西 放到这边来之后 有没有 然后怎么样 把它剪掉2就好了 然后再把它串在一起 问题就解决了嘛 OK 应该可以理解这个道理啦 只是说我要怎么样 刚好把它串呢 所以最简单的方法 1 end后面 你就点选 查询编号 不过它现在 你会发现哦 它会串过来之后 会变成B003 诶 因为它现在里面是一个文字 003 所以串 遇到end 两个都串在一起了 B003 可是问题我要是B3 B1啦 所以怎么办呢 你可以在后面把它讲 减掉 多2嘛 减2 可是你会发现很奇妙的一点 就是什么 这个地方 如果你把后面加一个减2的话 它本来B003 马上变成B1 诶 为什么 特别至于它的那个Excel还蛮有趣的 它如果那个资料呢 本身如果遇到加减乘除 如果原来是文字 它会自动帮你转型 转什么呢 比如001 遇到减 加减乘除的话 它会自动帮你变成什么 比如003 遇到减 就变成3 那3-2 自动变成1 那它后来又遇到什么 遇到end 特别重要 它遇到end的话 又会自动帮你把它转型 本来是什么 前后 本来是1 它遇到end 又帮你前后再加双以后 再跟B串在一起 所以有的时候 这个同学比较不容易理解 就是说 只要你遇到的不同的运算 这个叫运算源 那它会自动帮你做一些事情 OK 那把它串在一起之后的话 就是这个抓到的是 我们是 B 这个位置 那我要抓的B 不对应该是 这应该是 它的位置 假设是 跟这样 应该是加才对 加减乘除 应该是B5才对 不是减 减的话 便抓到上面的资料 就错了 不管了 反正就是加减乘除 它一律会自动帮你转 按个确定之后的话呢 自动也是一样抓到无丹雅 那如果你向下填满 有没有 名字 假设是2的话 张显雅没错 但是问题来了 如果我希望 可以向下填满 自动呢 可以怎么样呢 当然我如果现在这样做完 我要总销量到业务水准的话 你可能 没有更好的方法 你可能需要怎么样 把这个公式再复制 贴过来 把这个B呢 把它改成C 就抓到总销量 D改成业务水准 1 名字 1 业务水准 可是问题来了 那我如果不希望说 我用贴的呢 因为我蓝数很多啊 那我一个一个贴 其实效率不好 那有没有什么方式 可以自动帮我产生这个BCDE OK 而且是向下填满的时候 可以自动帮我产生 但我现在向下填满 应该不OK 那有什么方式 可以向下拉 自动可以产生的 那请各位先试一下 Internet这个部分 待会我们再来看 那个 怎么样向下拉 自动产生BCDE 好